皮诺曹的谎言除了画面和部分细节跟血缘诅咒沾边外 关键的核心层面那是一点都没抓住啊 就这样还有人说它是什么血缘的精神续作 我听了都感到尴尬 大家好 我是同学老师 欢迎来到诚实评测 人有点发烧啊 所以嗓子的状态不是很好 先给大家道个歉 皮诺曹的谎言这款游戏近期的热度比较高 我后台也收到了不少私信 希望我能评测下它的demo 趁着上个周末认认真真地玩了一遍 讲实话没接触到游戏前 讲下游戏的风评还算不错 甚至有人说它是血缘2 这不免让我对游戏充满了期待 不过通关demo后 我必须要说啊 游戏确实还行 但也只是还行而已 聊之前照例叠假 以下内容均为个人意见 不认同那就是你对 另外我这个人出了名的严苛 当然你觉得刁钻也好 毒蛇也罢 反正我就是这么个风格 我不求你能适应 你也别想着能改变我 行了 废话到此为止 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 不得不说啊 比诺曹的谎言的画面和画风 我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 游戏虽然出自韩国工作室之手 但既没有夸张的身材比例 要知道早先以金亨泰为首的 一批韩国知名画师啊 他们笔下的角色 多以八至九头身为主 结果上半身啊 只有三头 下半身直接给你干到五到六头去了 打肚气眼就开始给你分叉了 与此同时 本作无论是主角 NPCE或者敌人 也没有如同全身抹了油 一般的皮肤质感 不再是什么油腻的视姐与师妹 制作方提供了更加符合人体实际比例 和更加干净以及清爽的视觉体验 画风方面 游戏兼具蒸汽朋克与哥特美学两大类 尤其是从后者中 确实能感受到一丝血缘诅咒的味道 并且相较于绝大多数的魂系游戏啊 皮诺曹的谎言 对于视角的调度和大场面的勾勒 明显要强热太多 甚至单就某些场景而言 不输给二等法环 倘若能留言的话 我真忍不住要写下 潜有绝景这几个大字 换个角度来看 本座在创意层面上的用心 同样值得夸赞 我也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被玩家们所捕捉到 譬如剑身和剑柄可以自由拆装 再重新组合为新武器的设定 便让我赞不绝口 地图设计上 皮诺曹的谎言基本达到了取经通优 千回百转式的香牛探索 尽管某些捷径设计的略显草率了吧 但百分之百是及格了 此外戴木的体量称得上良心 甚至完全可以说是 近些年来最具有诚意的试玩版 整整两张的内容 三场boss战 若干精英怪的组合 吃的好不好先放一边 管饱乃至是能吃到撑那是肯定的 客观而言 皮诺曹的谎言与画面创意地图 以及体量上的表现都很出色 只是他在战斗环节 这一最为关键层面上的呈现 让我实在是吹不起来 正片开始 首先这帮B战斗设计师如此喜欢快慢刀吗 从他们的小怪到关卡boss 几乎99%的敌人 都跟你玩苍蝇拍那一套 你都快打瞌睡的时候突然光速落下搞偷袭 不知道法环的快慢刀有多么被人诟病吗 恕我直言你学人家点好 标准答案呼你脸上你呀都能给超串行了 缝都不会缝 而且demo是游戏的头两张 最初的开始都你妈这个b2 你后面的怪怎么设计的我都不敢想 另外快慢刀的存在也让完美格党成了笑话 先解释下 完美格党是指在敌人攻击即将命中前的瞬间 按下指令能够实现完全防御 完美格党出发时 玩家不仅不会受到伤害 同时能够积蓄能量槽 还会让敌人出现较小幅度的硬直 并且那些敌人周身冒着红光 且原本无法阻挡的威力一击 都能被完美格党无伤防御下来 尽管完美格党无法像血缘中的枪反一样 迅速让对手失衡 但其任何攻击都能无伤防御的特性 也让他拥有了不输给枪反的实力 在我看来 如果完美格党设计合理的话 本作的进攻流畅度 纵然达不到血缘诅咒的高水准 也至少能有对方至少八成的实力 这已经是很高的了 很明显完美格党也正是 开发者力图主推的一个机制 然而从实际体验来看 他们做的可谓是一塌糊涂 要知道比如完美格党 谈完之类操作的出发 本就非常依赖于玩家 对战斗节奏的掌控 你整天给我快慢刀 我搁哪儿给你完美格党去啊 我抬头防御了吧 你举着武器看着我 我再抬你他妈还看着我 我要走了吧 你一刀劈我脸上了 我打你妈呢 既然谈到了完美格党 我们就把事说全 一开始完美格党 就让我感觉不太对劲 能用但老抓不住那个关键点 而完美格党一旦失败吧 就意味着大量掉血 想我也是魂系列的老人 跟大佬比我肯定是个铁废物 但好歹也算是个普通玩家吧 怎么就这么难使出来 后来我找了个机械人偶 开始试验才发现 本作完美格党的判定时间 相较于魂系列的谈反 和血缘诅咒的枪反都要短 大概少了那么一到二帧的判定吧 一帧约为0.083秒甚至更短 你可别小看这个时间啊 一到两帧的区别 足以让手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毫不客气的说 品试草谎言中 完美格党的手感极其不理想 有时候好不容易人品爆发 连着于用几次完美格党 随后更离谱的事情就来了 也不知道哪个杀卵想的 纵然多次完美格党 也无法把对手打到失衡的状态 特别插一句 这也让完美格党的潜在收益变得更低 而要让对手昏迷倒地 然后再处决的前提竟然是 要在对手名字泛白的几秒内 迅速接上一个蓄力重攻击 对手才会破防昏厥 他妈纯脑残的设定 但凡品试草谎言的战斗设计师 有一点脑子 也不会一点脑子都没有 稍微玩一下 你就能很轻松地明白 用蓄力重攻击这种 本就不太常用 且使用条件严苛的攻击招式 一下子就能把玩家 之前的战斗节奏全部打乱 与此同时 因为对手名字泛白有时间限制 我还要冒着被大量削血的危险赶紧蓄力 有人或许会说 那你就不要用了呗 问题是如果没用的话 那开发者的干什么呢 闲着没事耗费大量精力 去设计一堆找抽的元素是吧 另外游戏的翻滚 同样让我想骂人 耗费的精力的确不高 但是躲避的距离也不长 加之一旦锁定对手 翻滚就变成了后退更短的垫步 再考虑到死骂设计师 整的敌人的攻击范围又偏大 很多时候我两连后撤 都不一定能躲过对方的攻击 那我还用什么翻滚呢 综上所述 敌方单位人均快满刀 完美格党收益低 真数迷 闪躲又距离过短 形同废柴 到最后为了稳妥 我只能无脑使用普通格党 尽管普通格党成功后 依然会承受一定的伤害 但这些伤害掉的不过是虚血 只要成功对敌人进行攻击 就能将部分血量吸回来 正因如此 普通格党的效率奇高 可相较于血缘诅咒 以进攻乃至是疯狂进攻 为核心的体验来谈 皮诺槽的谎言 于战斗层面上的表现 无论是视觉观感 亦或是整体的爽快度 都下降了好几个档次 毕竟豪迈出刀 主动枪反的快感 可不是龟缩防守所能比拟的 所以说皮诺槽的谎言 除了画面和部分细节 跟血缘诅咒沾边外 关键的核心层面 那是一点都没抓住啊 就这样还有人说 它是什么血缘的精神续作 我听了都感到尴尬 量有个人的感觉啊 这个制作组的设计思路 有点混乱 至少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我看不出来他们想要什么 你说是追求血缘 那种极致的进攻体验吧 制作组没有给出 相应的机制作为支持 血缘是受了伤之后 马上去进攻 就能把血吸回来 而在皮诺槽的谎言中 要触发吸血的状态 必须是防御后受伤 你说这是鼓励进攻的 还是鼓励防御呢 那肯定是后者呀 如果说是鼓励防御的话 那他的完美格挡又做的不好 所以说你就很矛盾 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说句难听话 你如果说做成只狼那样 砰砰打铁的感觉也可以啊 那种防御的姿态状态也行 他的手感吧又跟不上 我这里强调一下 我没有说他一定要达到 只狼或者血缘那个高度 其实能达到7分 我就已经很满意了 关键是他7分也达不到啊 就是血哪个哪个不像 缝哪个哪个不行 缝是缝了 结果缝的全是人家的缺点 就让我感到很迷惑 讲到这里我再解释一句啊 我原本是没想喷他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文案越写 火气越大 或许是我个人的期待太高了吧 最后再总结一下 你的下一代血缘 还必须就是血缘2 而绝不是什么贫瘦的谎言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童小师 我们下期再见